嘿呦 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超P模組生存 大家早 為什麼又說早 上一次好像也是說早對不對 好 清菜啦 那今天 我們開場直接來到這邊 因為直接省去我們前面來到祭壇的時間 我覺得這樣比較快 然後隔壁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有那個 殭屍敲門聲 好啦 應該旁邊有木門之類的吧 好啦 那就跟我們上一集所講的一樣 我們就是要來去終界 然後來去尋找這個水晶 然後來製作出我們的終界水晶 來去召喚出終界龍來打 那我相信應該會有蠻長一段時間會待在終界 應該至少一兩集啦 好 那我們就 Let's go 直接過來 然後我們先 我應該有可以飛齁 可以可以可以 來 我們先過來 再來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好像會需要用到 那個什麼 碎片對不對 我們還需要這個 這個是蒼皇石 這個蒼皇石 我們應該是可以把它變成平滑的吧 要怎麼變成平滑的 我們要來好好看一下 它基本上可以拿來做為一般石頭的用途 這個不知道要翻多久 這裡有這個石磚是吧 這樣嗎 我們先做一個石磚看看 你可以幹嘛 它可以變成階梯 四個可以變成這個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做轉換了 OK 我們已經拿成一部分了 然後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們應該 還有可能會需要用到 終界碎片是不是 就是有點像終界珍珠的那個東西 我們先來 這邊就有 這邊就有 還有兩個 這個好像算蠻稀有的 我們就把它挖下來 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要幹嘛用的 這個是要用那個永恆水晶 可是它需要用到終界水晶 這個永恆水 等一下 它需要用到終界水晶 永恆水晶是我們要開啟最後大門的 就是我們要回家用的 所以我們OK 我們要收集的東西還真的不少 哈哈 好先總結一下我們的目標 大致上跟大家提一下我們這次要收集的東西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 終界碎片 這個應該要收集蠻多的 等一下我們可能要在這個 終界挖一下礦 然後再來是這個水晶碎片也是我們需要收集的 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做出這個永恆水晶 這個永恆水晶還需要這個 終界水晶 這終界水晶要這個玫瑰色水晶 反正就是水晶水晶 還有水晶啦 就是看到水晶蛙抱它就對了 好不好 那之前我們有看到這個啊 這個是叫陀嘛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們就不理它了 我們之後有機會玩終界生存的時候 我們再來去做它的東西吧 我需要你的珍珠 好啦我自己去布置好了 我們不要再這樣掠殺它們 它們很可憐 這個可以 不行 難過 來吧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玩Minecraft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我們傳送門在哪 在這 OK 我們過去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每次都要來講一下 不然大家都不會按讚留言 OK OK我們把我們的掃帚給放出來吧 放出來 然後 桌上去 桌上去 有了 然後我們切一下視角 Let's go 我後來看到有人說那個逸靈 還是靈異的 你到底叫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叫靈異啦 它叫靈異啦 它是沒辦法攻擊到它的 我上一次其實只是在耍蠢而已 它其實就是真的打不到 不是我爛 是我蠢 不大一樣 那我們今天的話 要到處亂飛嘛 先找到那個水靈再說 那個礦的話就 之後再看 我後來還有發現 這個 等一下 我們先下去 這個東西的話 也是還蠻有趣的 這個先收起來 這裡會有這種 鋼玉礦石 這個是可以挖下來的 那這個 欸 欸 這挖下來沒用嗎 好 反正這個是一個鋼玉礦石 那這個也是可以來做一些東西 那它不是中介模組 就是跟這個地形生成的 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不一樣的模組 反正就還蠻有趣的 這裡還有這個東西 可是它就 從來都沒有生出來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難過 想看它也不給看這樣子 好啦 我們就繼續走吧 然後這種 遺跡就是非常常出現 就常出現到我沒有很想要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喔 剛才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才不是很明白 但我好像 撞進去了是不是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喔 恩 應該是沒有水晶的樣子 其實我不知道那水晶長什麼樣 我們可能要再要飛很久了 我們這樣子飛應該算還蠻快的吧 然後 因為阿 地圖要讀去 所以其實我們不能全速一直前進 哈哈 不然我們可能會略過一些 真的有用的東西這樣 欸這裡是沒有讀取到是不是 欸 喔 它還在慢慢來 好吧 沒關係啦 模組嘛 我明白 我都明白 阿模組就是讀取這麼久阿 這地圖不能到處亂衝 不然像平常阿 我們拿著翹翠就在那邊亂跑了 欸 這個是什麼 這是終界層嗎 好像不是 阿這個是那個啦 阿 唉唷等一下喔 欸 我怎麼受傷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嘿咻 等一下喔 我看不到 嘿咻 不要亂來 過分 這個好像是 對 這個是那個廢氣礦坑 但是是終界的版本這樣子 這裡應該也會有一些東西吧 欸你們好煩喔 就是很擋路耶 這是怎樣 超擋路的 我看看 嘿咻 挖掉 喔 這裡是怎樣 好飄飄 喔 可是這裡的音效好陰森喔 雖然說你們聽的時候應該會被BGM蓋掉 哈哈 我看看 這邊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東西阿 欸 等等 這個是我所想的那個東西嗎 欸 真的耶 我成功了各位 我拿到其中一樣東西了 這個水晶碎片就是我們要的 好 我們把它整個挖掉 挖掉 好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要的其中一項 那再來是我們還缺 我看看喔 喔 這會不會太多 好啦應該還好 我們還需要很多的中間碎片嘛 那中間碎片 我覺得可以最後再來說 或者說路上有看到都可以來挖 欸我從上面出去好了 再來是我們還會需要另一種水晶嘛 要做中間水晶用的水晶 這應該會找最久 哈 我記得是在地面上吧 是地面上會出現嗎 應該是 唉唷 OK 出來了出來了 那我們這邊就放上這個 然後 哈 被咬了 走開啦 先跑 哈哈 先跑再說 先跑再說 欸 欸 我被傳送回來了是不是 是有飛太快嗎 OK 好像飛太快然後強勢把我傳送回來 欸真的欸真的欸 我被傳送回來了 這裡是剛來的地方 哈哈 笑死 好啦不能飛太快不能飛太快 我們慢慢來好不好 慢慢來 各位 看看我遇到了什麼 剛剛我們是在地底下 莫名其妙遇到了哈馬對不對 結果我竟然在這裡遇到了 這個 這種 超級多水晶的地方欸 這是一個地形吧對不對 你看這邊也有 這應該是地形的部分了吧 來 我們下去看看 然後把它給打掉 這個應該是一樣的東西吧 對對對 這是一樣的 可是我要你幹嘛 我不要你啊 我們要的東西不是你啊 天啊 好啦這個水晶其實也是可以拿來做一些燈籠 還蠻漂亮的 它可以做極光水晶 它可以做眼睛 這個應該是中介的做法 因為我們中介是拿不到煉乾的 那個 它應該是設計層 它所有東西都可以在中介去取的這樣子 我覺得做的還蠻不錯的啦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我要來看一下我到底還缺什麼 玫瑰色水晶還有那個中介碎片啊 我就缺這兩個啦 基本上 用完這兩個 我們再找到一個傳送門 讓我們回去就可以了 欸對耶 我路上也沒有找到傳送門欸 完了 因為那個東西 我記得它的特殊基座 是我們自己做不出來的 這點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來我們 繼續飛 喔 龍拼 我們繼續飛飛看 看能不能遇到 咦 這個應該是新的地形對不對 我們好像上次沒有遇過對不對 這叫螺旋樹木 OK 這裡黃黃的耶 好漂亮喔 唉唷 這裡也是另一個地形是不是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來去看一下這個 該不會是我要的吧 這個是什麼 骷藍色水晶 我覺得 欸 水 各位 成功了 這個應該可以合成成塊狀 可以 可是為什麼還有其他顏色 所以其他顏色有功用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可以做成這個 它可以做成中葉組欸 好漂亮 然後 這邊的話 這個水晶可以做成符文 等一下那不是夸克模組的嗎 這個的話好像就只能做 裝飾類 那這個玫瑰色的話 比較特別 它可以做那個 中介水晶 它是綠色的欸 這裡有三種顏色是不是 好像就三種顏色 好像還有 喔 傳送文竟然給我在旁邊欸 人也太好了吧 哈哈哈 喔 這個遊戲開始愛我了是不是 旁邊還有這個欸 這個是什麼啊 我要不要先過去看看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 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ika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